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也不信 就是我去现场调查过 那两个人都死在车里 路上的行人只看到车翻听那枪响 谁证明不了话的话 你还有什么话要讲 我想得起来的都说了 没什么可说的 我已经把你讲的话都记录在案了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会搞成这样 前后一共死了三个专案小组的人 加上小若兰一共四条人命 我不知道究竟换来的什么 如果我说专案小组里有叛徒 你一定不会相信我 对不对 他现在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天下 现在死无对证 换了你在我的位置上 你会怎么样 非凡 你应该很清楚 天下不是这种人 小若兰是他从街上捡回来的 连名字都是他取的 他失踪了 天下最着急四处寻找 他对他感情这么深 怎么会做出这种事呢 正是因为没有动机 所以天下 你可以走了 谢谢你们要抓我 根本不关翔哥的事 还在说翔哥的坏话 也不能怪他们 那个唐永青最后说的那句话 很难不叫人起疑心 真的不关翔哥的事 是唐永青用的诡计 我干脆跟你都说了 那个唐永青把翔哥抓了去 逼他说出小肉兰藏在哪里 翔哥什么也没有说 唐永青还说要杀了任老夫人 杀了真姐 杀了伟轩 还要一把火烧了爆款 翔哥一个字也没有说 这是你怎么知道 我当时也在场 如果详哥说的话 我能被打成这样吗 原来你们在开庭之前 到过唐永青的府上 对 唐永青还威胁过任天祥全家性命 和爆款的安危 没错 任天祥宁死不屈 然后他安安全全的离开了唐公馆 是啊 你以为唐永青是什么人 他是上海滩的青帮老大 从来没有人能拒绝他 你知道不知道 起来 起来 快点 起来 少年 你自己怎么看 搞不定 你快要 他 是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是 你 我现在还是相信他 我这就没用 什么都被我搞砸了 这件事又不是你的错 你已经尽力了 话是这么说 好了 不要再憋在这儿难过了 咱们出去轻松一下 然后回家睡着觉 明天起来就当作什么事 也没发生过了 这怎么可能啊 当然可能 这个人呢 要是记性太好 说也活不长的 不要老是去想那些 伤心难过的事 最近啊 老想学打保银球 不要去过过瓶吧 过过瓶 明天的偷版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 你还想安排什么 反正明天的报纸呢 肯定是大肆渲染 今天的事情 你还能说什么呢 这样就死定了 这有咱们明天的头版 我拉了一大广告 庆贺白乐们 开业十周年 反正头版精彩 不就是为了要卖钱吗 咱们这广告的收入啊 还比卖报纸的价钱收入高 芯乐 请订阅 请订阅 愿意 でしょう 顺便 这不是 想要卖火 尔业 我要驾行 谢谢 你要驾行 麻烦 做到 老师 你 刘雨 你 看 今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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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高中 明天不知道要跌下来没有 垒下来了 什么给我看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还不得全版1000元 就算头版也不过2000元 不需要十万大洋的 我只管送到其他一概不知 说是早就商量好的 这是收据 好 汤母亲 汤母亲